我們今天要來玩SUB 我們來玩一個我們公司新稅的一個Farmy SUB 比較大的SUB 這邊除了SUB還有很多東西可以玩 有獨木舟或是飯舟也可以玩 哈囉 大家好 我是Snowball Mart的Ella 說到白馬的夏天 大家應該不知道白馬的夏天是可以玩水的吧 今天帶大家來到白馬村 開車15分鐘左右的青木湖玩水 不知道我們正對面的呢 原本是三個雪場 名字來著叫什麼我忘了 這邊原本來三個雪場是連通的 在很久以前大概二三十年前 現在已經沒了 青木湖的水是非常乾淨的 湖水的來源都是雪山融化而累積的 夏天的時候水的溫度大概在20度左右 身體越往湖水下就越冰 超級適合來這邊避暑的 完全不知道在跳什麼 這個中型的SUB最多可以四個人一起滑 所以可以輪流滑不用自己一個人一直滑 我覺得是非常適合跟家人一起玩的 湖面繞一圈不停滑大概需要一個小時左右 但我覺得蠻累的 我們的話呢滑到對岸就已經很懶了 滑在這樹下很漂亮 秋天的時候還可以賞風 在樹林穿梭的感覺也很特別 在這邊呢有個地方可以跳水 不過要自己拉著繩子爬上去 地板都是土 有時候還蠻難走的 看似沒有很高 但爬上去對我來說還是有一點可怕 好吧 也差不多要回去了 想說換一下單人的SUB Michael也一直說想滑單人的獨木舟看看 這個動作更是不知道在哪裡 哈哈 我看別人都轉得很帥想說來試一下 結果根本不行 只有一隻跳水的糞 夏天的時候這邊還有這個小設施可以玩 看似可以跳很高的彈簧床 其實根本跳不起來 在青木湖湖量最多的時候就是在七八月 所以才可以在這邊跳水 這看起來只適合小朋友 但其實大人們玩起來也超好玩的 來回跑真的超累 我非常的佩服小朋友們可以不停的來回跑 我才跑個兩趟就累個半死 對了來這邊玩水 只要穿一般的衣服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穿泳衣 下水的話一定要穿救生衣才可以玩 這邊也不是免費的場所 所以來之前記得要先預約唷 這邊也有更衣室 但是沒有地方可以洗澡 不過這邊的湖水非常乾淨 拿毛巾擦乾就可以了 這集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一定才能繼續進行 標準 迷路 在裡面 接下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